有人说乌龟能活20年 也有人说200年 甚至500年 今天我们用科学揭开真相 乌龟的寿命到底是多少 乌龟其实是总称 种类非常多 不同品种的寿命差距 远比你想得更大 乌龟如苏哈塔尔相龟 加拉巴哥相龟 常能活50到100年以上 有的甚至超过150年 淡水龟像红尔龟 草龟 地图龟 一般能活20到40年 饲养得好 也有活过50年的记录 金钱龟这类珍稀品种 可活60到80年 而海龟如绿西龟 是西龟 寿命甚至上百年 那科学家怎么知道乌龟能活这么久 答案是长期追踪与多种研究方法 第一 标记再补 研究人员在乌龟身上做记号 多年后再找到它 正能推算实际年龄 第二 动物园的饲养记录 能确定龟至少活了多少年 第三 看龟壳生长环或体型推估 但成年后准确度不高 第四 基因或同位素分析 能提供年龄线索 人在研究中 说到最长寿的乌龟 就不得不提加拉巴哥相龟 哈瑞 他是历史上最有名的长寿龟之一 哈瑞 推估生于1830年 2006年故事 寿命约176年 这数字来自历史与动物园记录 不是一期测出 而是合理估计 那有没有乌龟真的活到500年 答案是 没有证据 大多是传说 利根迷思是 龟壳缺数代表年龄 其实只在幼龟时期大致准确 还有人说 也深龟比加养龟长寿 但眼外风险多 反而容易早死 想让乌龟长寿 三点 干净稳定环境 均衡饮食 细心照顾 养龟是一场长久的陪伴 总结 乌龟寿命差异极大 从几十年到150年以上 火尔龟平均30年 加拉巴哥与阿尔达布拉相龟 能超过一世纪 只要照顾得好 乌龟就能陪你一辈子 下次有人说 乌龟能活500年 你可以微笑回答 那是传说 不是科学 喜欢这类动物科学主题吗 按赞 订阅 留言告诉我 你家的乌龟几岁了 我们下次见